哎,大家好,谢谢大家啊 我这昨天这个上中医呢,去又是退拿 按摩针灸,我那么多朋友问候我,没什么事 就是头有点木,然后这坐了一下 今天又感觉好多了,这两天呢是 我家女孩,就以前住的孩子回来了 过几天就回国了,所以现在没事了 回来跟我聊天了,又跟我说了一些事 哎,我觉得又有点新发现,我在这就跟大伙得不得不 因为在这个两三个月之前吧,有那么两三位朋友问过我 说小孩子出来小学来留学合不合适 多大年龄出来留学合适 我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清楚这些事,我还告诉了这个朋友 我说孩子太小吧,不行,那必须家长陪子 你还是等大一大上初中了,或者高中再出来了 我还这样跟他说 但是今天呢,我们家这个小女孩回来跟我说了不一样的一种情况 她说她在那个,她就上高中时候,在阳光学校上高中时候 她就有同学,是这个都中年人了 带了孩子在这边读书的 完了,有什么这边政府有什么政策呢 就是如果是大人来这上个学校读书 交了学费了,完他本身带来的孩子 就是小学的孩子,只要在公校读书 小学和中学都有 对,他这个朋友的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 就是只要,凡是在公校读书都给免费 学费就免的,不用交那个留学费用了 只要爸爸或者妈妈在这读书 我以前真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 我今天听我们家这小孩一说 完了之后,我马上就想 我说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有的朋友如果有这个意象 说孩子小的时候出来读书可不可以 然后就可以跟这些留学中介啊 跟他们问一下,了解一下 详细的了解,了解这个过程 然后我这边呢,我再跟这个小女孩等等 跟她了解一下啊 问我详细情况怎么回事 我听她大致就说了这个 是因为她这个同学嘛 家里两个孩子 好像是一个上初中了 一个上小学的 在这个妈妈呢,是在他们学校 就跟他们一样读这个高中 读高中课程 这个妈妈是读完以后 可能再去进修 再上那个college啊 就像那种专科学校似的 然后还可以找工作什么 然后这个妈妈交了这个学费呢 在加拿大这边交学费读这个书呢 然后她孩子就免学费了 是这么个情况 我确定了一下 确实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孩子怎么会免 需要种哪些一个程序啊 我还没有详细了解 然后这个我也问一问 我也了解一下 之前有那个朋友 如果还在继续看视频的话 你们也可以跟当地 就是这个留学机构 咨询好好问一下 我觉得这个办法挺合适的 你看一个家长交了学费 然后孩子就可以免学费 要不是孩子一年的学费也不少呢 小孩子要是想出来留学的话 还是早一点好呗 但是那时候我回答那几个朋友的时候 我就可能想到孩子如果太小的话 在这边读书自己不行 然后必须得家长家里人来陪读了 这样是一个是费用大 一个可能是爸爸妈妈 如果不能同时来的话 一个在国内 这个给家庭可能也许会 长久分离也许会给家庭婚姻什么 买个隐患 我这可能考虑这个了 所以当时我就跟那几个朋友说 我说孩子等孩子大一大 自己能自立的时候 然后孩子自己出来留学 我是这样想的 刚才躺下要睡觉了 后来我就想起了 今天这孩子跟我说这个事 我说把这个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大家了解了解 这加拿大还有这个政策呢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事吧 我觉得 这个是对有这个想送孩子出来的人 这个也可是一个参考一下 可以参考一下 好了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这几天这个我们家 这个大猫我有毛病啊 朋友们这么关心 留了那么多言 给支招出主意的 也多谢网友们 这个主意多 看出来是猫是牙的问题 然后也才给我提了醒 完了这我也有点毛病 也是大家这么关心 猴哥现在状态这么好 做视频一年多了 也是全员想 让大家这么支持关怀 还有朋友问 说你们这粉丝 找得这么慢 这到13万就卡住了 我也不知道啥回事 后来今天也是 我们家那个小孩回来 说起这个人 他就给我分析 他说你是不是不参加平台活动了 我说我也不会呀 不会参加活动了 这回说有一个什么读评论的那个 我说都31号到那天晚上的 只眼瞅到日子了 我才看着就简单的录了一个视频 传上去 传上去也没发出来 也不知道啥回事 我们家小孩告诉我 说你得参加平台活动 参加活动人家才给你流量 你这肯定是被限流了 我说我就一直觉得 这个粉丝啥长您吧 流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账子都是老铁粉啊 这些粉丝真是支持好给我俩 一直给我俩鼓励 给我俩留言 点赞 转发啥的 所以就是叫 那叫什么 叫粉丝年性高啊 叫年性 有年性啊 是怎么说法啊 往这还全账 养上一些 这些粉丝 朋友们的支持呢 所以现在我也得学一学 看看这个平台是怎么回事 往我再问问我们家小孩 他们懂的 问问怎么回事 是不是要就是参加活动 也多留意一些官方的一些活动 往来积极参与一些 行了 那就是就先说到这吧 谢谢大伙 谢谢